观星大年初五的天气冷 务必要好好的把握今天 因为算是年假当中 温度相对温暖舒适 而且稳定的一天 清晨因为寒流的影响 都还是很冷 但是白天过后 寒流的威力就会逐渐减弱 各地的温度会很明显的回升 北部的高温甚至可以来到20度左右 中南部也有20到22度左右 但是入夜之后还是要留意了 夜晚到明天的清晨 这个西半部地区 因为在辐射冷却效应影响之下 还是有11到13度低温的机会 不要轻忽了日夜温差 低温特报我们也关心到了 刚才说到清晨寒流的影响还是在的 因此看到在宜兰以及外岛的金马 都亮起了非常寒冷的橙色灯号 很有可能有出现低于6度 或者是连续10度以下低温的机会 那么预计这波寒流这个状况 会到白天阳光出现之后 就会慢慢地解除了 那么今天降雨情况如何呢 各地的水气量还是正在逐渐减少当中 只有在北部的山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 非常零星的降雨机会 基本上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不过入夜之后呢 高山地区还是要提防 这个道路积冰的情况出现 那么以高山追雪来说 随着回温水气量减少 今天降雪几率低 那么预估下一次 中北部1500公尺以上山区 有机会降雪或者是降冰线的时间 就落在明天的下午 到后天的清晨之间 因为明天又有一波寒流来袭 我们看一下走势 今天非常的短暂回温 只有一天很快的 从明天开始 又有新一波强冷空气报到 那么由于这个冷空气的前缘 还带有一些水气通过 因此从明天 东北部天气转为阴 有短暂阵雨 不过其他西半部地区 还有在中南部地区水气少 是偏比较干冷的形态 那么明天状况来说 北部一整天的温度 都会不断地下滑 中南部等到入夜之后 降温会比较明显 到了初七初八 也就是周六日 这个寒冷的情况是延续的 但是水气量在减少 到了星期六 北冬降雨更加局部 星期天就剩花冬有短暂阵雨 各地转为多云道晴 大致稳定 早晚温度偏低的天气形态 预计就一路地持续到年假结束 从下周开工日 下周的一二三这三天 各地回温多云道晴 要到了下周四呢 在东北气风的影响之下 北冬会稍微地再降温 那么预计明天开始的寒流影响 迎封面的感受都比较寒冷的 背封面的中南部 早晚温度偏低 廉价的后半段 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准备 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